四名醫護人員穿防護衣 戴防護面罩 各伸出一隻手疊在一起 臉上露出輕鬆的表情 因為他們剛提名確診孕婦 剖腹皆生 以來一名懷孕38週的孕婦 5號出現感冒症狀 快篩呈現陽性 因此又去了社區篩檢站 結果為陰性 兩天後身體不適 再度進行PCR 結果陽性確診 他跟婦產科醫生討論後 考量自然產胎兒經過產道 接觸血液可能會感染 就選擇傳染機率比較低的剖腹產 為了兼顧防疫跟產婦安全 院方出動麻醉科 婦產科 開刀房 感染科 超過十名醫護幫忙接生 參加手術的醫護人員 都穿全套防護隔離衣 花費一個小時 終於在7號下午3點多順利接生 在場的醫護人員表示 聽到嬰兒哭聲的時候 覺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而嬰兒出生後一踩為陰性 出生72小時後會進行二踩 為保險請戒先交給小兒科醫生照護 以往嬰兒隔離室觀察 如果還是陰性才會轉移到嬰兒室 而婦產科醫生表示 懷孕三十六週以上確診孕婦 是高風險族群 應該要趁足月盡快生產 產婦也可以安心接受治療 而在花蓮門落一月 也有確診孕婦 兩人都是自然產 我之所以感到他自然生 是因為我有事先評估過 我認為他的產成的變數不會太大 那可以順產的機會很大 所以我才敢採取自然生的方式 醫生表示 負壓病房生產需要全副武裝 穿四層衣服 三層手套 視線操作上都有難度 手術後流了滿身汗 疫情嚴峻 為了醫護以及產婦 胎兒安全 大家都得全力防堵 TV新聞解大臣高智鴻 廖子盼 宜蘭花蓮採訪報導 醫院門口每天都有不少病患 除了來看病 更多人需要來做PCR採檢 醫療量越來越緊繃 台東馬街醫院卻爆發院內感染 雪上加霜 我不太願意去苛責任何人 因為我們只能說 我們要求我們的醫護人員都做好的管控 那這個病人的來源 住院的時候一定是做過派塞 問題很不錯 不追溯源頭因為實在難以釐清 馬街醫院在6號發現醫院4樓 有一名院內工作人員和一名病患確診 爆發院內群聚 目前已經有超過10人確診 有家長就控訴自己的孩子 本來預計10號可以出院 結果遭到這波院內感染 住進隔離專責病房 當時院方一發現有人確診 7號就緊急召回所有病患和家屬 做PCR採檢 家長表示場面很混亂 甚至有人還沒等到結果出爐 就離開醫院 質疑病毒恐怕早就傳播出去 目前醫院4樓只出不進 所有確診病患都集中在5樓病房進行治療 主要是因為這幾天 正是因為這個病房大 病床多 陪陪的家屬的家屬的家屬多 所以在採檢的過去裡面 會有一些延遲 真的也要請社會大眾諒解 院內運作目前還算良好 醫院4樓是綜合病房 共有45床 容納數量多 目前已經就地隔離管制當中 其他病房正常收治病患 看診也都正常 只是這兩天台東確診數來到200多例 採檢人數變多 醫院作業時間也更久 疫情嚴峻之下 院方只希望民眾能夠對醫護人員多一份體諒 TVBS新聞劉璃黃靖芬 台東報導 保險局希望用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來取代醫生開立的診斷證明書 讓民眾不用為了請領保險金要跑醫院來增加醫療的負擔 但保險業者還沒有同意 數位健康證明只要上網就能申請 透過身份證字號健保卡號 護照號碼三重驗證 不過實際操作已經康復的確診者 有的人還找不到資料 或是檢驗結果還沒上傳 無法申請 似乎跟健保跨一通的資料沒有同步 而根據保險局的說明 除了個人基本資料外 檢驗疾病 檢驗類型 檢驗日期 檢驗報告日期 檢驗結果和醫事機構等資料 數位證明上都會有 跟醫生開立的診斷證明書一樣 也會提供保險業者查驗服務 產售險公會 周末則是激發聲明 強調雙方還在密切協商 沒有具體結論 周一還要開會 用數位健康的證明來證明的話 那事實上對於保護跟保險優源來講 是一件好事 保險經紀人公司坦言 能透過數位證明申請理賠 確實比較省事 但遺忘採診證明書 代表有醫院和醫師背書 數位健康證明 也讓保險業者擔心 未造風險 如果有炸保 或是說有疑慮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去調醫院的病例 來做一個相互之間的一個查核 那如果現在用數位健康的部分 那等於是醫院的病例 那等於是就沒辦法去做一個查核 指揮官陳時中 在立院備詢時 則是提醒保險業者 要有履約義務 本土確診個案持續增加 要請領保險的人只會越來越多 財政部和衛福部得趕緊跟保險業者溝通 否則保單治亂後會有診斷書之亂 5月5號才宣布開放抗病毒藥物送藥到宅 但目前成效差 有助基隆的確診者反映 5月4號居家隔離 7號症狀加重還可血絲 因為有免疫系統疾病 跑了三家醫院 才取得抗病毒口服藥 也有新北民眾抱怨 開放太慢 而且藥量少拿不到 家中長輩本來輕症在家 視訊看診 醫生說沒藥 最後不舒服送醫 已經轉為中症 現在目前都沒有送到抗病毒藥物 我也問過其他的同業 他們也都還沒有碰到這個單子 很多藥物缺 缺藥的話 我們就是要跟同業調貨 新一區藥局有時候也因為缺藥 要跑到北投石牌拿貨 指揮中心到目前 只開出1959人份的 口服抗病毒藥物 但全台居家照護受案超過12萬人 從藥局配發給居家照護者的 也只有37人份 就有醫院的臨床醫師說 開藥流程繁鎖 視訊門診很難開立抗病毒藥 專家因此警告 重症高風險病人 要在5天內給藥 否則會死傷慘重 視訊的那個上面的話 講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在問他 應該這個是講的還蠻準的 主要是沒有辦法檢查他 診所這幾天 才被允許開立抗病毒藥物 新冠口服藥建議5天內吃 但快篩羊 到檢測結果出爐 要等2到3天 的確造成拖延 另外口服藥 也能給輕症或無症者 只要是65歲以上 符合重症高風險因子足 有醫師處方就能使用 專家說 改善用藥流程 可以減少開立處方限制 開放給診所和藥局 投入輕症的 診療處方和衛教 讓重症比例高於年輕人 3倍到200倍的長者 盡早用藥 降低八成風險 TVB新聞宣布 講話就能看到 您應該找不到快篩世紀嗎 現在在連鎖藥妝店 就能買到 經濟部協商八大通路 從5月9號開始 販售單支裝的 亞培快篩世紀 為了台北松山車站附近的 藥妝店9點鐘開賣 只是這跟藥局 實名制快篩不同 門口少了大牌長龍 而是民眾經過 順路來買 搶購情形就比較少 北部疫情熱區 實名制快篩 確實比較難買 而經濟部考量疫情 第一波先在北北基桃鋪貨 價格跟通路協商 雖然貴一些 但每季也不超過180元 販售的八大通路 有區城市康市美 全聯以及美聯社 基本上都是北部地區限量販售 只是每間門市 因為物流不同 到貨及開賣時間 也會有點差異 還有四大超商 領有藥商 執照許可的店家 5月9號上午10點 就能購買 店點相較之下 就比較多 也有超商以APP 讓會員線上預購 兩種廠牌挑選 在基隆 有民眾上班前 就先來碰碰運氣 像是這位先生 因為工作需要 快篩量還是不大夠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排 所以說我就是 因為有需要 工作需要 所以先處理 你目前可以 但是希望 如果能降低價格 當然是降低價格 看起來北北基桃 八大通路 因為價格已經180 買氣稀稀落落 民眾如果不急用 多數想搶買藥局 一劑100元 因為5G就差了400塊 只是同路快篩 零售價每一間都不同 因為廠商或交貨時間 競價成本都會不一樣 價差可以到兩三成 民眾如果無法現場排隊 只能以前換時間買快篩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快篩問題一螺框 立委質疑 政府採購金流不清不楚 你的問題都沒有聽清楚 你怎麼回答 實際的物流跟金流是兩回事 你兩位如果是我學生的話 就盪掉了 遭受連番質詢 主機長朱澤民也來氣 而說到快篩 北市府更炸鍋 因為自購的快篩計 半路殺出成氧金 這些快篩計呢 我們都已經跟廠商簽約了 在送貨的過程當中 廠商經常會說 因為中央徵用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如期到貨 說是想買買不到 但審計部資料顯示 一到四月購買快篩計的 絕標金額 高雄市最多有五千多萬 其次是桃園 新北 台中 宜蘭 反觀台北只有五十三萬 比彰化金門還要低 難道真的 他就只是想要靠中央來進行補助 或者是來領取嗎 不要把責任一推 就推給中央 不足應該要把它報好來 要我們據了統計 他就是報說要十二萬 那我們就要配七十三萬 強調配幾量都是供多於求 但陳時中說的其實是給鞠隔用的快篩 跟地方政府抱怨的買不到 或是訂的被中央徵用 廠商延遲交貨有點雞同鴨獎 新北市府則說不等中央配發 已再預購兩百萬劑 現在都是短缺的狀態 所以我希望中央配付也能夠快一點 多一點 呼籲中央說希望在實名制的部分 能夠有一些在快篩 試劑的販售上一些改善的方式 沿見自家人都炸鍋 蘇貞昌也換家 蔡政府努力撲禍 但似乎還是不敵民怨的累積速度 紅色上衣的女子停好機車走進藥局 櫃台還有人在等待藥師調配處方藥 但這名女子直接走到櫃台 詢問幾句就匆匆離開 不過就在當天晚上 藥師在Google上發現 被這名女子憑了一心的差評 還寫下不好聽的評論 真的好無奈 當天這名女子走進藥局 直接詢問還有快篩嗎 藥師也回覆賣完了 而且門口有貼公告 女子覺得藥師口氣不好 雙方發生摩擦 到了傍晚就在網路上 憑一顆心 尤其是我們在調劑的時候 客人就會進來問 然後都會先插嘴 然後這其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自己的工作 有時候可能自己脾氣上的問題 可能會有摩擦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體諒一下互相 還有自己本身的藥局的業務 都已經很繁重了 還要再讓民眾這樣子指責的話 我真的要替我們藥師大家報區 藥師工作量跟著疫情一起暴增 都快要忙不過來 所以特別在門口貼上公告 避免不必要的詢問 但這回卻被顧客評插評 雖然藥局表示並沒有在意網路上有幾顆心 但還是希望在這非常時期 大家都可以互相包容 另外在台南則是有民眾一樣排隊買不到快篩 就有好心媽媽分了一個給他 但回家後才發現 那位媽媽給的這一包是五份的試管和噴嘴蓋 趕快上網PO文寫詢 不然對方也沒有辦法使用 還好過沒多久就找到對方順利歸還 另外有意參選桃園市長的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也PO文 直說接到許多民眾陳情快篩不夠 母親節有小朋友陪買快篩睡在路邊 還有小學生邊排邊寫作業 現在不管哪個縣市有賣快篩的藥局天天大排長龍 民眾買不到一招集會有情緒 藥師也非常無奈 TVB的新聞高居宏周永軒綜合報導 我是覺得大家不用在媒體上面講嘛 覺得不夠就直接行文來 或打個電話跟我講一下 這話講給地方政府聽 因為部分藍綠白執政縣市 平喊快篩不夠 陳時中的回應有點無奈 看來真的被問很多次 只得再強調量能絕對沒問題 那這個量都是要用作實名制的 所以大家有想像到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月底我們起碼 大概是五六千萬以上的實名制 到下個月中大概就會提供到 將近九千萬的實名制的 這樣的一個快篩 要民眾別急再等等 因為搶牌快篩的畫面 陳時中也看到了 但就有粉磚做圖嘲諷 把排隊買快篩跟排隊吃拉麵類比 粉磚Mr.科學先生自稱是1450塔綠板測翼 媒體人黃陽明更點出 他的前身在2019年綠營總統初選時 把賴清德打成中共同路人 現在目標對準柯文哲 而且聽聞粉磚隶屬英系某立委陣營 就是王軍產業鏈的一環 就是他要去影射誰是誰的陣營 這個是做言論審查還是標籤 這個就是誰去質疑他們 他們是兩兆他們自己去處理 陸委們看來滿頭問號 這時刻還是把重點拉回防疫 因為前一天陳時中松口邊境放寬 或許能落在7月 但也被認為疫情可能還沒穩定 有風險 我要看看我們的醫療的量 我們的故意到5月底到6月初 大概就是高峰嘛 那高峰再往下走了 那7月多大概往下走 但一切都只是評估中 TVB的新聞 尤其劉立成李怡婷 SUN小組台北策文報導 來請確認名字哦 家長一大早不是帶小孩來搶案國小上課 而是來領快篩 因為居隔結束 得要快篩音信上傳給導師確認 才能夠返校 但快篩發放其實非常緊急 上個禮拜的時候 上禮拜四的時候被隔離 因為明天的話準備要復校 所以現在的話就是先領取四季 制度改來改去規則是蠻混亂的啦 有時候雙新家庭是沒辦法 就是還是必須要健康工作這樣 停課新制選在假日5月7號發布 9號週一能提前解隔復課的班級 還是得領到快篩 等於校方只有一天時間 造冊給教育局再領快篩 才能發放通知書給家長領取 壓縮作業時間 假日都得到校加班 有老師抱怨 根本變成衛生所 原本是預定 全部的班級都應該要在週一回歸 那部分的班級 那我們有在做這個快篩的 這個分發的作業 所以有一點的 些微的時間差 有三個班呢 我們就維持線上的這個遠距教學 北市民族國小也同樣狀況 教育部政策說改就改 依照新規定提早四個班復課 快篩世紀都還在陸續到位中 新就制轉換全台校園大亂 雙北跟著中央依照新制走 反觀桃園台南及高雄 但新校方作業麻煩 五月七號以前已發布停課七天的學校 依照就制不提前復課 八號統計全台學生染疫總數達到三萬九千一百七十八例 又以國小最多有一千零九十五人確診 新停課標準下共有兩千零一十二校停課 政策不斷滾動調整 校方家長措手不及 疫情下無奈也只能配合 提本新聞連至周圍山特別報導 本土疫情大爆發 每日確診數都破萬例 各大醫院忙翻天 有網友在PTT上發文 說病毒擴散快 一家都確診 而自己染疫後症狀很不妙 網友說五號確診後 像濃度急速下降 甚至還出現胸悶加上頭暈 怕沒命趕緊自行就醫 沒想要抽出的血液 竟是他這輩子看過最深的黑色 讓他嚇壞 在血液裡面的這種 交換的這種情況 是比較差的 所以一個人情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精神比較不好 肺部的情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血液就會看起來會比較黑一點 不止血液變黑的 讓他很害怕 還敢見醫院的護士忙壞了 被好幾名病患霸凌 網友強調 這病毒根本就不是流感 因為就算症狀緩解 會變成了一種症狀繼續折磨 包含喉嚨痛咳嗽 呼籲政府該升三級就勇敢升 要與病毒共存我支持 但請循序漸進 打滿三級疫苗確診人不是的 還有他 貼圖畫生動畫還跳起舞來 賴原創貼圖作者白爛貓 也被疫情燒到 貼出快晒事蹟兩條線證實確診 白爛貓說認為身體健康加上打了三劑疫苗 以為染疫後不會有不適 但卻大錯特錯出現了發高燒到39度 心跳加快全身酸痛等五個症狀 受不了到醫院掛急診 大部分都是發生在年長者身體情況比較不好 或者是有共病的人比較容易發生 那在越年輕的人特別是小孩子來講 那基本上都是可以完全恢復的 醫生表示染疫後都會出現後遺症 每個人症狀也不盡相同 雖然大多都是輕症居多 但不同體質也會有不同的不適反應 今天是我們在隔離病房的最後一天 拿出手機自拍 在隔離病房的最後一天準備出院 他是旅遊作家小王子 因為四歲的兒子發燒快篩驗出使陽性 決定陪他一起入院治療 而他自己也定下目標 出院的時候一定要PCR陰性 小王子說因為隔離病房不大 他在自己的病床和靠近窗戶衣櫃的地方 設為自己的安全區 不斷的清潔消毒 而且從早到晚就連睡覺都要戴好口罩 小王子說他入院時就詢問過護理師 最容易感染就是共餐和脫口罩 因此吃飯也跟孩子分開 自己在安全區快速吃完 就連幫忙洗澡都戴著口罩 壓力太大的時候只能躲進衣櫃裡頭 吃零食看影片 有時候我就會躲到衣櫃裡面去吃點東西 讓自己可以紓壓一下這樣子 其實壓力其實蠻大的 因為在當下希望自己不要染力 但是你還是要給自己一點空間 所以剛剛好那時候也想到說 這衣櫃其實相當是安全的 沒想到他跟兒子 待在隔離病房七天出院PCR是陰性 就連護理人員都很佩服 因此在臉書分享自己的經過 希望給更多民眾參考 就算共處一室 只要做好防護 都能夠免於病毒的攻擊 特別新聞陳志忠 彰化採訪報導 中醫師抓中藥 這是醫院配好的防疫茶處方 一鐵一鐵倒進袋子裡 進到廚房 中藥材清洗後放進鍋子裡熬煮 包括板南根 魚腥草 彈竹葉 貨香等等 彰化這家醫院抓出清冠一號中藥材裡 幾個主要成分 做成防疫茶 強調可以讓有症狀 但還沒確診的患者飲用 規定的話就是清冠一號必須只能夠用在 一個確診患者的身上 如果你有症狀 但是你還沒有確診 那你還要經過快篩 BGR大概這段時間 可能病毒早就進來了 已經做大量複製了 所以我們才會想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重點藥物 把它挑出來 然後提前把它做成一些 茶飲的方式 來讓大家使用 冤方說這是屬於預防醫學 民眾還是必須要先經過醫師問診 才能喝 如果身體沒症狀 純粹想提高免疫力 則可以喝零支元氣茶 有中醫師認為 身邊其實就有 不少容易取得的食材 平常自己就能料理養生 可以煮一些冬瓜蛤蜊湯 或者是把冬瓜洗乾淨 冬瓜皮呢 連桶水去用電鍋煮 喝這個熱水也是滿好的 我們可以煮林藕排骨湯 林藕它本身也是一個 很好的清熱化痰的一個藥材 百合它也是一個 很好的潤肺 止咳化痰的一個藥材 所以像百合炒 蘆筍炒一些青菜都是滿好的 醫生說這些食材 加入三餐來吃就是一道道 消熱解暑 還能養肺的家常湯品 TVBS新聞陳志忠 許利帆紅彩輪 台中彰化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